但是呢他给我来的句什么 我不能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他说我老师教我的时候 就没有这样去做 所以我也不能这样去做 我听过一个说法 为什么现在就是瑜伽这么热门 就是这么 瑜伽也是 还是我们还是一句话 瑜伽是很好的东西 他是让大家出来运动 对 相对起来武术这么难推 尤其是我们 就是想办法再推这些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瑜伽一来就在你躺着 对 他视觉上他就告诉你 来我们躺着 但瑜伽心跳也会剧烈 但你不会把它联想起来 对对对 你看一个 穿着很舒适 很时尚的美女 对 躺在地上 做一点知识 做点延展 你会不会想上课 我都想去上课 是的 武术给人形象是什么 就是剧烈的 我站在那里 然后身体是凝转的 拔的 然后把力量 然后甚至是爆发的 对 那看起来就是累 所以 那个第一视觉 让你觉得累不累 这个事情打掉了很多人 是的 打掉很多人愿意 哦 那这个事情也让我们在思考 就是 但是武术 你剥掉这些壳 它确实不是 对 它就不是武术了 对 所以从我们的角度 我们需要建立 循序渐进的这个教学体系 就像 就像嫂子 在聊那个急针空手道 很厉害 其实是很厉害的 是 但对于初学者 他都是比较轻松 它能吸引人不停地学习下去 是 武术可能现在也在缺这个东西 所以我也最常听到老师讲的一句话 就是我们其实一直被教会 但我不是说崇拜老师讲这句话 而是我觉得他讲的很对的 就是传统武术一定要现代化 对 但是现代化的过程 要非常小心不能掉入西化 西化没有不好 但西化的东西很多 它会把它的文化本质给变值 所以就是西方我们好的东西 它的逻辑我们要去参考 但是在武术的身体本质这件事情 我们把它把持住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工程 至少徐继先生还主张武术需要变化 所以很多人还是抱着一种 陈旧的那种认知 祖宗之法不可费 祖宗的行为不可改 很难理解他是对武术好或者不好 因为就在我和我叔叔是一个例子 我叔叔太极拳行李拳八卦长 功力是很大的 但是我每当我劝他 我说你需要写一本书 把你这一代人的见识和认知 一对武术的理解记录下来 最好是能够形成 从循序渐进的课程 因为我说实话 太极拳现在是个空白 传统的太极拳 如何一步步的练出功力 它缺少一个体系 第一是能赚钱 第二会获得社会的影响力 但是他给我来的句是什么 我不能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他说我老师教我的时候 就没有这样去做 所以我也不能这样去做 所以我当时就在想 第一我理解 他对老师的一种这种感激之情 以及对于传统文化的尊重的想法 但是我们现在真的 他就是 他就是一个 几乎没有 几乎很难听到一些人 练传统的太极拳练出功夫来了 所以这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训练体系 一定是市场所需求的 而且是对武术长远来好的 他不做 那 自己也拒绝去做 都不像徐基老师一样 认为这个事情是需要去做的 这个观念很难给他扭转过来 所以传统武术发展很难 我感觉一部分是大环境因素 我们的东西确实看上去很累 很苦 武术人发展 武术人的发展也不好 没有把它结合西方的一些先进的东西 结合心理学 让他能够徐徐渐进 让大家喜欢上它 包括在视觉的表现力上 不像您设计的这些衣服 那么的潮 让我们穿上去显得特别的帅 然后让武术能够成为一个年轻人心目中 很时尚的东西 包括这些武术的老师在教学上 也我感觉难辞其咎 他们特别是由于好多人的保守 让武术的技术逐渐的越来越少 而我们现在想去做一个逆向的破解 研究出来一个训练体系 我们想去推广的时候 结果很多人就会骂我们 你们自己研究的一些东西 你们自己创造的一些东西 大家不要去跟他学 他就是个骗子 因为古代没有这样教 但是所有的全都是人创出来的 而且我们已经被证实 人的智商其实在很早期 跟古人跟现在其实是一样的 是的 所以理论上这个东西 我们应该是站在他的层 就他肩膀上 对 科学都是这样不是吗 对 难道牛顿发现了力学之后 我们要重新去发现一次 才能再往上 这不合理啊 对 对